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体问 农历正月21 第21道答案 确实有很多人写的发愿文 要供养南无第三世多结强佛 但是无论是富豪的纵经供养 或是普通人的供养 强佛一分一文也没有收过 也不会收 南无强佛看了他们真心诚意的发行后 说佛法就是拿来给众生的 能不能学到关键在于是否有真实的虔诚心 我深知我是一个普通佛教徒 有何功何德接收大家的供养 因此才发下终身不收任何供养的愿力 来义务服务众生 你们这么真诚看得起我 我会为你们的真诚敬我的心去祈祷祝福你们 但是我自己都还是一个普通佛教徒 我的祈祷也许没有作用 可是你们的真诚 佛菩萨都看得到的 福不堂娟哦 我今天要表明我的态度 明确跟你们说 有极少数的人是发假愿的 自己很富有 却没有真诚之心供养佛形事业 而且写假的发愿文 这种人我不会教 就是教了 他也不能修行学法成就 更有可悲之人 利用我的不执染 不在乎金钱名利 认为我是最好欺负的 没有去问过他 他就把我发明的法币生 中国卫生部批准为名列第一号的产品 拿去自己贪欲赚钱 至始至终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用了三十年了 还竟然大言不惭的写发愿文说 他还要把法币生发展大 去赚更多的钱 说这样的话 脸都不红一下 可悲可悲哦 他把我法币生佛形事业的资粮全霸占了 还美其名曰宣称在做佛事 假如是他把释迦牟尼佛一天的资粮霸占了 将会是什么罪悠 我虽然不是圣德 可他霸占三十年了 至少绣一个大妙语都用不完的资粮 这样的人能学得到大法吗 他成就呢 还是到另外地方呢 于是可悲哦 相反的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真心发愿 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困难 有的几乎没有饭吃了 很可怜 但是他们竟然在心力焦脆愁眉苦脸 咬紧牙关之下做供佛事 这种情况下 还竟然有人忍心收他们的供养 给种什么福田 人家饭都吃不饱了 还福田呢 记住 在内基本生活都困难的人 不准供养任何佛形事业 尤其是我本来就不收供养 你们放心了 只要是诸恶莫作 种善奉行 是真正尽了虔诚心形的 我会教你们修学上好的佛法 你们太困难艰苦了 把你们的钱拿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吧 有了生活才能安心学佛成就啊 如果今天不听我的话 我不会再教你们了 另外 凡事只能借贯内密顶 和不是贯真正内密顶的圣德 都不是不退地菩萨 所以圣量损减时 也不一定能再次借贯内密顶了 也就是有可能倒立减退 借贯不了内密顶了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8日 最后一会讨论的圣德